十门水库可说是国人最熟悉的一座水库 民国四十三年七月 由十门水库设计委员会着手规划设计 战后财政困难 美元成为工程实现的关键 水坝的壩形在东宫后才进行变更 完工前遭逢超级台风 格勒里清洗 水库竣工后 已交省政府接管 水库管理机关组织 即经调整变更 为了延续水库的使用年限 其水区的治理 库区的淤积清理 水库设施不断地更新改造 当台虹与枯汗来临 水库如何因应操作 原区观光建设从无到有 兴盛 没落到今日的水源保护 以上故事都在水起 淤水资源 十门水库建设时期档案故事 以及营运转变万千 十门水库营运时期档案故事 这两本以档案为基础的 十门水库故事梳理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 十门水库吧